黄磊是一个演员,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学老师。 1990年黄磊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,1997年北京电影学院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,演员海青和黄海波都是他的学生。 不过,从黄磊最新更新动态来看,他似乎已经从北京电影学院辞职了。 5月10号,黄磊晒出自己亲手做的菜品,看得很有食欲。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,今天值得记下来,再见了,我的学院,愿你更好,永远爱你,以后更新准备我的麦田大学。 这是什么意思?要和学院再见了,专心创建麦田大学。 网友询问说,学院再见是什么意思? 黄老师离开电影学院了吗? 也许其他的工作很多,也很难兼顾,分身法术了吧。 粉丝表示,有才华的人,哪里都有工作。 有媒体就此联系了黄磊经纪人,对方确认了黄磊已经从学院辞职,并透露其未来要办学的计划。 黄磊表示,办学校试堂必胜事业,但都在计划中而已。 只悉,黄磊在两年前从北京电影学院调立到青年电影制片厂,离开了教学工作,而此次辞职,则是完全从电影学院体系离职。 黄磊经常杀各种菜品,很喜欢做菜,是一个顾家的男人。 他说过,幸福就是年轻时候做该做的事情,成熟后在做成熟时候该做的事情。 此前何总被曝光在北京卖国语大学吃空想,战友编制不上班,为平息舆论,何久就主动提出辞职了。 以前黄磊自己就透露,准备建立一所艺术学院,选拔非高考艺术学生,为娱乐却输入更多专业人才。